如果今天我们Google一下 假设在这个Google上面输入BMI 应该各位可以找到第一个连结 就是有一个计算器 BMI的计算器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模拟 类似像这种情况 输入身高 输入体重 然后计算结果之后 BMI帮我得到结果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当然第一个你要需要知道什么 计算BMI的公式 公式是多少 其实它这边有个规则 BMI等于什么 体重是公斤 除以什么呢 身高的平方 但是身高是要公尺 所以如果你输入是公分的话 那你必须再除以100 变成公尺 OK 那平方的话呢 前面有讲过 你要乘乘2就是平方了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需要输入两个东西 所以那当然第一个 请各位就是 这边按新增一个 你有一个module module名称也许 name的部分 直接输入BMI好了 OK 如果今天输入个BMI 然后pancel 那输入两个东西 所以input input 我们拖揽一下 假设 我假设第一个 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升高好了 OK 所以升高的部分的话 那我就给他一个值 那丢给谁呢 丢给h好了 h就是high 就是升高 假缩写一下 因为名称 然后第二个的话 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体重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把它copy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底下 这边把它改成 体重就位 就W好了 OK 我们就不要打那么长 W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什么 请输入体重 OK 体重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要得到BMI的话 那所以呢 可以给个变数叫BMI BMI的话 等于什么 体重 除以 身高 的平方 可是身高现在是公尺 所以必须除以百 那其实 我是觉得最简单 干脆在这边除以百算了 有没有 这边除以百之后 再把它丢给h 那这样就不用 不然你在这边除的话 感觉会让公式变得 稍微复杂一点点 OK 那在平方的话 再乘乘二就可以了 这样BMI就出来了 所以print BMI 这样的话 BMI就得到了 OK 那执行之后的话呢 当然 我们可以得到 比如说身高 身高随备输一个 比如 180 然后体重的话是65 但是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结果 如果要取到小准点第二位数 再来的话你会发现 到底这个BMI的结果是标准呢 过轻还是过重 那以那个刚刚这个地方的 是要我们自己看 有没有 你自己得到BMI 比如我这边输入一样 你会发现 它这个其实没有很多信号 有没有 你开始计算 它不会告诉你 它20好了 它要请你自己去看 20应该是在这个 所以 其实当然也不是很复杂 只是说感觉好像不够贴心 应该怎么 你刚才我计算完之后 你告诉我应该是 那个底下的那个评语 那个结果才对 你告诉我一个数字干嘛 我看我数字对我来说 其实是很抽象的一个东西 OK 重点是下面的结果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希望 如果我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请输入体重 两个月电脑没关系 输入完之后 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长这样 什么呢 直接告诉我 我的BMI 所以前面最好在串一个什么 BMI 而且我BMI我希望长这样 前后有双引号 冒号 所以我们刚刚的结果 好像还不够 需要前面加这个叙述 然后呢 把刚刚的BMI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如果把它变小的第二位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底下 所以特别是说 一般是串在后面 可是我希望换行 换到下面加个平语 到底是标准呢 过轻过重 还是什么 怎么过胖之类的 反正就要把这个做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个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待会就要加这些东西 怎么加比较简单 请各位试一下 看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BMI的规则 其实不复杂 只是说 我如果今天希望 看到的结果 就是要长 那个我们第二个单元里面第十一页这边的结果 那该怎么做 刚刚部分的话就是 我如果希望重点是前面加个BMI冒号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应该在哪边下手 在print前面 BMI 不过我前面有讲过串接 因为它一定要是一个文字 所以加上什么 加在这个前面 加个加号 就是一个文字 文字的话一定是前后双引号 那后面的话呢 一定是一个这个BMI 那不过我特别注意 BMI 它是一个数字 有小数点的 那所以怎么办 要转型 不然的话没办法串在一起 那怎么写 这边的话打个BMI 冒号 然后后面串什么 一定要把它转型 否则如果你不转型的话 你执行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这个东西 它的那个格式错误 他这边 他会跟你讲 之前一样的问题 Type L Type 是形态 错误的话 是意思说这个东西 它里面放的是什么 它是一个Flows Flows 就是辅点 有小数点 因为计算出来小数点 所以记得怎么样 把外面这边加个String 前刮符 然后后刮符 意思说把它转成文字之后 再串到后面 执行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185随便打输入 好 有没有 这样就OK 串在一起 没有问题 可是还有个问题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前面后面都要有双引号 双引号 双引号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城市本身就被用掉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加一个双引号在这个里面的话 记得前面要加一个反斜线 如果你不加反斜线的话 他不会知道说原来你是要输出的是一个双引号 为什么因为双引号已经被用掉了 如果你不加这个双引号的话他不知道原来你是要输出一个双引号 所以如果你不加这个东西的话一执行就错了 因为他看不懂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他没办法辨识 OK 所以你要让他懂得辨识 就是加一个反斜线 所以另外一个叫反斜线 加一个双引号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输出一个双引号的符号 OK 那将来实行的话那才会有一个双引号输出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可是问题来了 小数点第二位要怎么取呢 其实方法很多 不过我比较推荐的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叫format的一个函数 那不过format函数非常重要 而且很好用 只是说呢 有点复杂 OK 所以待会我跟各位讲一下 那如果用format的话 就不需要用这个 所谓的string了 那也就是你直接什么 把这边直接加一个什么 如果要输出一个变数里面的结果的话 请你用什么 用一个 这个把它删掉 请你直接在这个字串里面 加个大瓜糊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以后呢 用这个大瓜糊呢 代表那个BMI要输出的结果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刚刚是吧 BMI 有没有 双引号 那后面的话就是串一个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要用format的话 我就用这个大瓜糊 来表示这个东西 它就会帮我放进去了 那怎么放到里面呢 特别注意哦 请你在这个字串的后面 加一个点 之后的话能打一个format 然后小瓜糊先打一下 OK 那这个小瓜糊里面放什么呢 放BMI就可以了 OK 它就会帮我把这个BMI 放到这个大瓜糊里面 它这个有点固定规则哦 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有很多个变数 要放到一个字串里面的话 你可以放很多个大瓜糊 然后配合format 其实format这个地方非常好用哦 它主要是什么 可以帮你把那个 资料就字串叙述 跟变数分开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它把BMI放进来 所以我把它执行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 一样 结果有没有 它就把BMI放到里面 但是呢 如何把它变小数点的第二位呢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在大瓜糊里面做一点事情 大瓜糊里面放什么 冒号 冒号点 2 f 就可以了 这个冒号基本上就指的是那个数字 那个数字的后面 请你帮我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在小数点的后二位呢 加 取到两位数 f的话应该指的是float 就是幅点的意思 OK 也就是说呢 请你在那个后面加上什么呢 加上取两位数就可以了 所以冒号 0.2f就指的是取到小链第二位 那如果取到第一位的话 就只要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第一位 OK EASY推 好 那我们来试给各位看 如果这样改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往18565 Enter 有没有 就可以得到 好像BMR冒号应该放在哪里 冒号应该放在双引号的这边才对 把它搬一下加 应该放在这边 位置 不然的话感觉好在双引号里面 在外面 OK 好 那做完的第一阶段就是 BMR 可是问题重点 那BMR我怎么知道我是 果是什么标准 是老实是轻还是重还是标准 所以最重要是后面的评语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应该加上评语去数 那评语的话就是要做那个多重的逻辑判断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什么 刚刚这个 这一个东西 如何把这边的这个东西 转换成一个逻辑判断 刚才有印象吗 if BMR如果小于18.5冒号 的话呢 那就怎么样 那就是 这个体重过轻 如果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其实两种写法 这个是一种写法 另外的话你可以找BMI 什么 大于等于18.5 and 小于24 有没有 两种叙述方法 这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叙述方法 然后过胖 过重 然后肥度 轻度肥胖 重度 大于三速 所以总共会有一二三四五六种 比刚刚还更多 那写的方法 应该跟刚刚差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拿那个 已经写好的 直接把它拿来贴好 C-C 然后呢 直接把它C-V 其实就这一段 应该 跟刚刚的叙述 是 有没有 如果是小于18.5 那就过轻 然后 我是用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 and 符号 and的方式来写 但如果你假如 不习惯的 你用刚刚那个方法 OK 那标准 过重 轻度肥胖 重度肥胖 else 就剩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 有点万用的 甚至你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以后反正就这样改 应该没问题吧 那所以呢 我可以很快的 把这个逻辑做出来之后 执行 那这样出入 有没有 不过好像少两个字 评语好了 OK 那评语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评语要加的话 应该加在哪里比较好 如果加在这个前面 评语 评语冒号 评语冒号 这每个都要评语冒号 变成说你要加六个评语冒号 那其实你可以加在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省一点 你可以加在哪里 其实你可以加在这个中瓜阿虎 有没有 这个的后面 但是这个的后面 会有个问题 如果我把这个地方加个评语的话 评语冒号 那会造成几个问题 第一个 执行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我随便输入一个 它输入出来结果变 BMI帽 少个换行 有没有 你应该帮我换到下面去 那怎么 在 这个 字串里面如何让它换行 还有没有印象 然后有讲过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那个 拖曳资源 在哪个地方呢 在 第二单元里面第二页 有没有 换行的话 其实就只要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N就可以了 这个 加在哪里呢 加在你要换行的地方 加在这 平语前面 反斜线N OK 这样的话就换行了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185 随便64 OK 没发现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加了这个 反斜线N之后 那这边呢 就换行了 换到下面来了 诶 可是问题来了 它怎么跑到下面去 我应该让它上来怎么办 这边不要换行 那为什么换行 主要原因是这样子 输出这个printer 这个printer本身 它只要输出完 一定会换行 那如果你不需要它换行的话 有个方法 就是怎么样呢 你可以在这个printer 本身 透瓜糊的前面 加个逗点 跟它讲说 你后面那个 不要帮我换行 的叙述 叫END 后面 的这个换行等于什么 等于不要输出 不要输出的话呢 就是 再加上这个就可以 意思是说 printer之后 不要多一个换行 AND 指的是那个最后面 换行的部分呢 不要 不要的话就是两个双引号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将来呢 这个地方呢 就不会有换行 所以会加在这个后面 好 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执行一下 Enter OK 好 这样就是最终的final版本 所以刚刚可能讲比较多一点 第一个 双引号 记得要 记得要加一个拖替字元 反斜线 第二个的话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记得加大瓜虎里面 冒号 点2f 然后面的话记得用什么 用format 然后他会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bmi的变数 放到这个大瓜虎里面 并且取得小数点第二位 再来的话就是说换行 就是反斜线n 平语 如果要去除尾巴的换行 那就是 痘点 end 等于空的 大概蛮多细节的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你担心 假如一下子记不太起来的话 云端白板的第几页 其实我这边也有放 在云端白板的第十一页的地方 十一页的地方 其实是我刚刚打这一串 OK 你们可以再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的第十一页 OK 所以这边其实有很多的细节 如果 假如一下子没办法记起来没关系 回去再花一点时间 就是再把这些 一些 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稍微记一下 最好可以自由 如果准备一个笔记本 反正你把不知道的 或不熟的 或一定要记得 可以把它稍微记一下 以后的话 诚事就是很麻烦 有点像考你记忆力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写诚事 如果写诚事 其实我觉得有个额外的好处 就是避免那个真的失智症的发生 因为 真的很需要 就是动脑筋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 理解之后再记忆 OK 所以其实这个当然我觉得好像后头也有在 考你的那个记忆力的 这个部分 OK 试试看 把刚刚的部分稍微试做看看 有蛮多的一个重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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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